摄影是一项充满挑战但非常有趣的活动 选择合适的设备 相机 选择一台具备手动模式的相机 这样你可以完全控制曝光 快门速度和光圈 微距镜头是必备的 因为它们能够提供高倍率 让你捕捉到昆虫的细节 三脚架 稳定的三脚架可以帮助你在低光环境下拍摄 减少手抖造成的模糊 外接闪光灯或环形闪光灯 可以提供充足的光线 特别是在阴暗的环境中 拍摄技巧 早晨和傍晚 这两个时间段的光线柔和 昆虫活动较少 更容易拍摄 简单的背景可以突出昆虫的主体 避免杂乱的背景分散注意力 使用较小的光圈 如F斜线8至F斜线16 可以增加景深 使昆虫的更多部分清晰 选择较高的快门速度 如意斜线125秒或更快 以冻结昆虫的动作 根据光线情况调整ISO 保持在低ISO 如100至400 以减少噪点 手动对焦可以更精确地控制焦点位置 拍摄多张不同焦点的照片 或其合成一张全景深的照片 寻找昆虫 在花园、公园或森林中寻找昆虫 特别是花朵和叶子上 昆虫的行为不可预测 需要耐心等待它们进入理想的拍摄位置 从昆虫的视角拍摄 可以创造出更具灵场感的照片 适当裁剪照片 涂出昆虫的主体 根据需要调整亮度 对比度和饱和度 使照片更具视觉冲击力 适当锐化照片 强调昆虫的细节 尊重自然 在拍摄过程中 避免对昆虫和其栖息地造成干扰 不使用化学品 避免使用任何可能对昆虫有害的化学品 如杀虫剂 透过不断练习和探索 你将能够拍出更加精彩的昆虫围剧照片